花蓮县社区大学西华班和陶一班师生连展 是由文化局新产奖的得主李鸿斌老师所知道 8月1号上午在美术馆中田举办开幕茶会 大家在延年夏日中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艺术作品 进行一场视觉享乐 整场开幕一室在各界人士温馨祝福中揭开了序幕 《等待灵魂2》是由李鸿斌老师和社区大学午后国小学生一起来展出 开幕典礼是由文化局长江悦成亲自担任主持人 广妖喜爱艺术创作的民众 一起来欣赏这一档展览 李鸿斌老师是花蓮县文化局 我们的民国一百年的新传奖得主 那平常由早到晚跑遍花蓮县十三乡镇 110多个国小国中 然后从事我们基层的艺术推广和美学教育的扎根活动 那深受各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的好评 那这次我们做一个特别的大展 文化局有这个荣幸为李鸿斌老师他的师生来办个连展 其中有包含我们社区大学的西化班 我们社区大学的油画陶艺班还有我们武贺国小我们这些年轻活泼又可爱的小朋友的作品 当然还有我们文化局我们的这个推广班这些六十位同学和洪斌老师他本身的创作来展现给大家 里面有很多师生的感情的交融很多的故事在其中非常非常的丰富 欢迎各位爱好艺术的好朋友来参观 李鸿斌老师表示艺术的学习除了有兴趣有好奇心 还要带着快乐学习的心态就足够了 这样的初衷就是创作的原动力 而这次连展除了社区大学师生作品之外 也展出了文化局举办的西化研习班 还有花莲县武贺国小学生作品 希望来参观的民众可以欣赏到众多美丽作品之外 还能够透过作品了解创作者的想法 感受每一件作品的灵魂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